就是得不要脸 就是得皮 就是得那种 就是耍嘴皮子 但是其实又很爱他老爸 他老爸也是凶得不得了 但是其实知道儿子对他好 心疼他 就挺逗的父子 父子俩的那种情感 青春期的时候还挺皮的 但是到现在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懂事的 儿子 太多了 各种各种武器 有请教一下身边 身边就是老北京的一些朋友 就是他们从来在北京长大 说你们北京人怎么说这些话呀 就是说嘴皮一定要放松 说的时候不用 特别的去搅每个字 就是得 得顺调一点 就得放松好玩 就得脸皮厚一点 就得皮皮的就是好玩一点 逗一点 嗯 对我今天我今天也震惊了 震惊对 骗过了高老师 其实还好了 还好了就就这几天 然后晚上回到家就睡前就看一下 睡前看一下 熟练一下 觉得很顺啊 我们一到片场 然后导演就说 你们还真挺像父子的 然后高老师也挺好玩的 人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之前在庆余年的时候 就一起拍庆余年 但是从来没有对手戏 但是我的台词里面老是提他这个人的名字 他这个角色的名字 老是提老是提 然后他他那个角色 其实也有提到过我这个角色的名字 但是就一直没有遇到过 是一来就成练了一下 在那跑跑过去跑过来的 嗯其实我觉得是能让自己感动的吧 能让自己有共鸣的 嗯就像我看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 因为我我先看到了第一个故事 我当时是落泪 就是非常感动 因为我就想到了我的亲人 然后我也想到了 嗯其实非常有画面感 我觉得这个外卖小哥 他其实就在我面前 然后我看着他在那 他就坐在那 可能在寒风当中 跟他的外婆打电话 就是打这个视频 我所以我我认为最美表演 其实跟技巧没有关系 我认为啊 跟跟技巧没有太多的关系 在我这里 我觉得首先故事要打动人 然后表演要真诚 啊这是我我我自自认为的 嗯哇那太多了 最近因为一些一些综艺的话 好像一些作品 又被再一次的搬上了荧幕 再再一次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然后我是记得我当时看亲爱的的时候 嗯里面张一老师那段哭戏 就是深深的震撼到我 还有黄渤老师的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真的让我隔着屏幕 我真的是感受到了那种难过和失去小孩的 嗯虽然我没有小孩就是我我我也没有接触过就是小朋友 但是我能完全体会到自己最最最挚爱最最真爱最珍贵的东西被夺走之后的那种死心裂肺的疼痛 嗯其实我我我我会看了 因为他们他们天天就会有一些新闻啊什么出现 所以其实还会点进去看一些片段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余生 之前的古装我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美也不是我来说 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 但是我觉得余生的话 它是我可以算是很很正式的第一次接受了一个现代剧 然后移民医生 然后我觉得交给大家去看一下吧到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完 不管 manifestation 这里 Statistics